花莲市长魏家贤9号上午前往国安邮局 将325件已经完成出审的纾困申请表 以快递寄到卫福部 市长表示配合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指示 快速收件中央审核基层免责 所以地方政府尽速收件寄件 希望能够让有困难的民众可以尽快拿到纾困金 市长魏家贤9号上午到国安邮局 赶在第一班快递收件截止前 把纾困申请表寄出 市长表示施工所遵循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 用最快的速度来完成出审收件 并且把申请表赶快寄送到卫福部 由中央来做审核 如此才不会影响到拨款的时间 因为昨天在礼拜五的傍晚 把所有的案件都收完之后 那我们同仁这几天也持续在加班 把所有的案件都整理 民众所送的一个纾困案的案件 都把它整理完备之后 那在今天早上我们也通常也有加班 就是把这些资料寄到我们卫生福利部去 那我们奉院长的五月七号的记者会 他希望地方快速收件 那交入中央审核 然后之后能够快速拨款 那在这整个过程里面 只要你资料符合完备的三到五天 应该就会有相关的消息下来 那如果签切结束的部分 在两个礼拜内 按照中央记者会的部分 很快就会 就会有应该 有没有合可的一个资讯下来 那我们希望说用最快速的方法 最快速的方式 然后直接就寄到卫福部去 请卫福部快速的来做相关的审核机制 那我们永远跟民众站在第一线 希望能够解决纾困之苦 解决民众的心中不平的地方 能够让民众快速的领到纾困的金额 得到我们纾困应该有的一个美意 让每个民众都能够解决燃眉之急 市公所表示 一连三天收件数有384件 经过电脑比对之后 有325件 是由花莲市公所主办出审 至于其他居住在新城 既然不过来到花莲市申办的民众 市公所会把他们资料 转送到所属的乡镇来办理 不会影响到民众权益 市公所提醒 卫福部的急难疏困受理时间到6月底 民众可以斟酌自己的时间前来申办 介续会花莲市报道